這裡還有一顆蝸牛 這個都是蝸牛咬的 火龍果鮮紅表皮變得枯黃 枝葉東缺一塊西缺一塊 如今鎮殖盛產期 但枝頭上的火龍果賣相差賣不掉 這些是沒差啦 但是賣你就沒賣相啦 不是因為蟲害 而是蝸牛來攪局 原來這鎮子連日大雨 蝸牛大軍湧現 火龍果藤滿樹葉下 藏了一隻兩隻三隻 到處都是蝸牛 有的躲起來躲雨 有的趁機偷吃 火龍果成了另類蟲害 去吃你的花苞 像這個花苞 還有那個果實 因為果的時候被人家爬過去的話 那個果就沒用了 彰化這一座火龍果園 自然無毒栽培 還曾經拿獎得冠軍 原本以為下雨天 果實泡不到水躲過一劫 但地上蝸牛 卻爬上枝桿躲雨 農民說每天抓蝸牛 至少得抓三個水桶這麼多 火龍果產量預計少三成 損失不小 記者陳盛偉 李夢中 彭馨 彰化報導 照顧彭化 便自次 mama 又來泡lares 還可以見到 有你的火龍果 Whole